女人 許立橋就是骯髒的東西 要斬什麼腩子 斬了它就一定要白給它 快聽完最後一次 不是不給你機會,是天意 有乖莫乖,我不是有心答應你們的清靜 黑水仁,楊太人,沒弱意的 我看你一個人跑進來 我以為你有甚麼事,我跟來看看 關你甚麼事?我和你無端無端的 就算我撞鬼,遇到賊佬 被人漏了,知解,也不關你 要不說得這麼久? 別再玩了,我警告你 你嚇不了我 神經病,只關你玩的無端的 甚麼聲音 撐住 神經病 小心 走 你沒事吧? 來吧 殺野豬 黑哥 黑哥 有人殺野豬嗎? 謝謝, 醫生 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包得很大 路小姐, 麻煩你繼續 為什麼你會去樹林? 我都說去探同事 就是這位先生是不是? 不是 請問你和這位… 我姓許, 是他的同事 同事, 你和這位不是去探的同事 進了樹林幹什麼? Sir, 我剛好遇到他 我怕他進去有危險 所以跟進去 對了, 你拿一張棵棍進去 我又壞了東西 壞什麼? 之前的東西 你說清楚一點, 不要說一塊一塊 Sir會誤會的 是呀, 我以為小姐你去埋屍 這樣就不好了 就是之前有個商事 叫我跳船斬籃, 所以… 什麼…什麼跳船斬籃 是呀 總之有個商事 叫我放棄以前那段感情 不要被這些髒東西纏住 我把以前的東西埋了他 所以我就拿我前夫的手機 和GQ去森林埋葬了一段感情 那行了吧?夠清楚了吧? 行, 就是感情瓜葛 許先生,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我不是那個前夫嗎? 我…明白了 弄了一整晚, 你都餓了, 去吃點東西 不餓? 那我把你送回去 即使站在前面 你什麼?你先走不住 放手 我們是不是有些說話 應該要坐下來說清楚呢? 沒有, 我要說話我剛才已經說了 你命也好, 扮你命也好 我和你…沒話可說的了 撒點好手 沒東西吃的, 你小心 車賊掉得滿了媽媽 你不要… 他說鄭靖, 叫鄭靖, 殺手 你怎麼看? 她當前情報是怎麼樣的 我沒什麼回應… 糟糕了, 影片昨天才放在網上 今天早上有這麼多人去圍 什麼片段?你還沒看嗎? 昨晚Muffin殺主的時候 被監製發了遍劑上網, 現在不斷分享 別人做事, 別走 別人做事, 走 阿爺, 你來得正好 別妨礙我上班 你給納妥, 我們警方接到投訴 你試過精神失常, 虐殺老闆 請你跟我們回去接觸 昨晚我在醫院已經下口供了 我們接到投訴, 趁你也要再走一次 麻煩你 請 殺招手, 成豬怪… 成豬怪, 成豬怪, 成豬怪… Muffin的事大家知道了 你還有什麼看法? Wendy, 你跟她最久, 你先說吧 她工作…很認真 行了, 我不要你沒面子說話 坦白說 跟她工作真的很大壓力 她經常說不用急就最重要快 臨上班又給了一大疊功課 說第二次會放在她桌上 一件事要九個版本 五時花六時變, 改再改, 改完又改 不租就過人了, 也不安心 她要求高薪尼駕得緊 對事不對人 其實她真的有租人的癮 一做事就承受到很拚命那一隻 上次為了搶都不拚回來 你說你又明明在救箱車裡 半小時會突然跳下車 她為了高薪尼駕這麼拚命 有一次我經過這間房間 看到她坐在兩張椅子上 自己跟自己說話 十足精神分裂 那這個報告應該不會假的 大家分享來看, 職位 看完之後收回 好, 是你嗎? 職位檢查了沒有?醫生怎麼說? 錯了, 哪有這麼快? 很多託要做的 又問卷, 又心理諮詢, 九百樣東西 起碼要搞幾天 那就好, 也沒人想 那個神經病這麼快就上班了 你別說這些話了 不是嗎?連你也來了 你不是說要挑船, 砍航嗎? 你不是怕我瘋了會這麼主動來探望我嗎 我想問 你在美國的時候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有的, 信頭信老習慣了 突然間, 生意失敗, 還連結婚 那就一下子就掉到谷底了 在美國人生路不熟 你也知道, 想找一個人聊天也沒有 又想念你 自己要面子, 無論如何都不找你 遇上幾個年輕人想打劫我 那就借頭知路大大力地還拖 發洩一下 就這樣說我屈吵枕 好, 那就進精神病院了 進運就困了我半年了 你沒事吧? 心痛嗎? 開玩笑 我特地說到有這麼慘 我就是想看看你什麼反應 想不到你有… 這些這麼關心我 你不要再玩, 行不行? 究竟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還有沒有事? 你一時一夜, 誰真是誰假 我真的不懂得分 你覺得我誰真是誰真 我說真話, 你不相信, 我沒辦法 你認真一點行不行? 你這樣叫我怎麼幫你? 好, 那我認認真真跟你說兩件事 你覺的事我爸爸不知道 我不想他擔心 好, 我幫你安心這件事 第二, 失怕無辰我的病歷 被人到處派 明明是有人想抹黑我 你這麼聰明, 你知道怎麼做 你不是打算報復吧? 我無法回答你 什麼時候出去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翻身我又不知道 不過這樣被人擺放上桌子 不服氣, 很正常 你放心休息 這件事交給我 謝謝 你這真心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